那是在面穿冰在那里的说话 虽然你肚子里疼 但是你帮助他的时候 你会发觉肚子痛算什么 因为我帮我妈妈 心情好一点 我就很快乐 所以这些时间 有很多 需要我们去 帮助的 但是其实你帮助对方 就超越自己的障碍痛苦 就像我们要给佛快乐 所以 刚刚我供养一条哈达 今天暂时法师 稍等一会回去 一人共用过去一条哈达好不好 好不好 这条我说什么 回来看着你母 站好 共用哈达 回来看着你母 OK 共用哈达 他说这条我说什么 这条共夫人 你是我的呼呼呼呼呼呼 呼呼呼到 就要倒去 因为你要去 尊重对方 给他鬼啊 给他点香啊 给他拱顶啊 这样你就快乐了 你不能说你母亲也不好 反正你给他点香 给他拱顶 你便宜了 你就OK了 这是佛教的方法 晚清这住 很多人问我说 师父 晚清这住要怎样 我跟你讲的是真话啊 杀业在住 你要贏他命 金钱在住 你贏他钱 要看吗 感情这住 陪他谈恋爱 那不太简单了 这也不用弄台了 但是你不贏不完 那你就没贏了 他就永远要跟你讨债 因为你欠他感情债 不是用金钱可以解决了 我拿一万块 我拿他印地藏金 你母亲要跟你担戴爱 你真的送地藏金 给他吗 这个你就不懂佛教了 不要硬邦邦 哎呦我帮你送三部地藏经 希望这个情债在主赶快超度 你自己念好你自己都 他不是要你地藏金 因为你欠他感情债 那有些人问我说 那师傅口业在主赶呢 口业 口业你整个人买 你现在不可以跟他说好话吗 哦 赞 你对我很好 你很厉害 你很漂亮 他就高兴 我说的是真的 因为我最近超度比较多 别人的 别人的 我已经是超度我自己的 我现在都是 我知道对方有什么在主 我就先念一下 自他交换 我先 先变奏他来 他没好就好了 我拿他好了 对不对 我拿他来对他好好了 我拿他来给他抬 所以我想各位做替身多玛 修施身法 跟人说一句 你有两个堕胎的语言 你都没怎么超度 因为你没了解他的痛苦 所以你现在变成 让他堕胎 对方 让他堕胎 让他拿出来 让他拔头 老板 等在旁边 你拿他就痛苦 让他把这个痛苦 来跟他坐 让他看他很高兴 感觉 他感觉 你当一杯水就超度了 你念一遍心经也超度了 为什么 因为你让他接受了 甘愿了 但是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永远就不会骄傲了 我 因为我一个万亲接触 结果我真心地对真好 我还可以修忍辱 我还可以修慈悲 我还可以修慈悲 还可以消除这些我 不甘愿 他就会超度 不是说我们为了超度对方 其实是对方超度了我们 你了解吗 超度了我们的杀业 超度我们的感情情债 你没有众生 你就没有办法超越自己 所以各位要认识 等来让我们没了 让我们没了 像我现在给我们 没了到买了 吃个饭 几十通电话 哪吃 那些要超度 那些要超度 那些要怎样 那些要怎样 我连便宿都没有时间了 昨天走到便宿看 让我上个厕所 出来又在门口 继续等 好吧 但是我认为 对方要让我成佛 不但如此 你看我最近比较糟了 比较糟了 我现在已经糟了得很自然了 我以前看了人就走 快点快点 我哪里没有人 哪里没有人 我哪里去 要快点弄弄去 现在不会 刚才有人要跟他一起 来 就站我身边 你比较漂亮 以前我没有 对不起 我现在有 因为 我要改变 对不对 因为这次在消业障 我曾经就有一次 不跟人家拍照 什么 在河南有一个大老板 你看 我这台上 胸口 他都没有在听 他就在等下课 很有钱嘛 法师就带他来 拍个照好吗 对不起 没时间 我走了 那都知道 结果 我 法师安排我坐车 就坐在他的车 这车 开了200公里 要让你死 好 好 师傅 我是沙漠赛车 我可以开到250 我这个高速公路 开200正常 我那时候就后悔了 为了 一分钟 不要再上 他跟着车 就在家车上涨四两点钟 只能念佛 因为他不舒服 不爽 因为他跟你携手 这样子 好 所以有时候 其实要发现什么事 都是一个刹那的不耐心 那会发现什么事 所以我想各位 我只能说 讲到这个 我们现在没有资格 再去追求 世甘的快乐 因为我们现在只能 一直去接触痛苦 修业障也好 培养悲心 我们还是可以得到快乐 消灭欲望痛苦的时候 我们得到自在的快乐 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们得到慈悲的快乐 最后到成佛 但是成佛的目的 是让你能够完全的奉献 奉献下地义 做女人 做被杀的人 比如说 现在有三百只猪 注定生下来就要被杀死 一个菩萨就要发愿 猪卖给我 我来养他打 我来卖给人家杀 或我自己杀 将来我一段的 不断的修行 因缘成就了 这三八下地义会一直找你报仇 甚至你可能要为他下一点地义 但是等你 成佛了 你可以超度他 因为你不能让他被别人杀 被别人杀 超度不了他 会造成这个世界 有三百个魔鬼在作乱 所以 当然 释迦牟尼佛 成佛的方法 就是如此 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他来做 所以佛陀已经体悟了 原来下地狱 才是快速成佛的方法 所以各位 不可以怕痛苦 但是这个下地狱 痛苦 你才能够了解 佛教的空性是什么 这个空性 就是安忍受苦 爱的你不能爱 不爱的你要去爱 一般人是 这个男人 这个女人 这个东西我爱 我要追求它 我要去接近它 不行 爱到流口水吗 不行 爱的你不能爱 痛苦的你要去爱 你要故意去接受痛苦 因为你要成佛 而且你才能够 真正在痛苦里面 度众生 那各位要经常去 思维这个问题 所以 当然 可能你想要休息一下 我能不能自己去吃个冰淇淋 连这个都不行 现在人家呢 海盗法师 马尼拉 香草的 我童话吃香草 你知道吗 海盗法师 香草的 我不想吃 喉咙不好 不行 我要吃 为什么我要吃 我吃给众生 你看肉干口 香草的味道 边吃 供养诸佛 供养恶鬼道 我不想吃 但是我喂他们吃 你要这样修 你不能说 我喜欢吃香草 你喜欢吃 你就出问题 咳嗽 我不喜欢吃香草 因为我现在咳嗽 但是我喂他们吃 让他们得到这个快乐 我们在学佛法 要了解佛陀的精髓是什么 后面这四个 他的手艺 念一下 大转法轮 佛法 你要转 不是你的想法 不是我喜欢 我讨厌 是我 佛陀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你要转 不要也要说要 要可以说不要 所以 因为我不随顺自己 但是我却可以满足众生 满足众生 就像 你心里很讨厌一个人 但是你每天吃饭 至少这七天 供养国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父母 北部作众生 马上要供养他 阿姨最近 你给你 供养 你给你 闭 我当中的 姓春阿姨 你没给他笑 我们叫老兄弟 从我出家第一天的老兄弟 但是他都没老 因为没烦恼 太赢了 所以 我统统的这家乡 结果 我最甜的饭 供养佛 供养父母 祖先供养他 先供养 你要练习 供养他 他吃得很欢喜 然后 你再来自己吃吧 那你要这样修 为什么 因为大乘佛教的目的 不能有恨 无一众生不度 你不能舍弃 任何一个你爱的或恨的 当然我讲 爱的你要放下 但是你要度他 恨的 你要接受他 那 很简单 所以在日常生活 各位有爱的跟恨的 喜欢跟不喜欢的 讨厌跟不讨厌的 那这每天你都在修行 每一个生活的分分秒秒 你都在修行 老实说 像我 你看我到现在才来 我真想不来 我拍你 所以 所以 因为 这几天跑了很多地方 就超度 无为不为 然后 像我是个法师 我可能要这样讲说 反正没有超度的 你最好跟我吧 所以 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 没有办法 但是我会尽力吧 但是有时候会觉得 昏昏沉沉的 但是就算要来台上讲课 我会有压力 因为我不习惯 我不习惯 但是既然我踏到这个场合 我一切要变成 我很喜欢 看着人就笑 我很爱 你不能让我卖来 我跟你说 我告诉各位 修行者旁边都有护法神 部分在家出家 如果你让你的护法神讨厌你 你没机会 你没机会 连护法神都讨厌你 因为你的起心动念 你的不愿意接受 连护法神都想放弃你 护法神都有他心通 燕金菜主也有他心通 连个动物灵都有他心通 所以我们等于说 大家都脱光衣服了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我们学佛最高的目的 念一下 诸佛菩萨加持 拉玛千诺 我顺便讲一下 发挥功德 我像绝光长老 找得成佛 普度众生 照顾香港 圆满和平 戴亚塔 斑战者 阿瓦波达 那也说 因为绝光长老 今天是五周年 圆集纪念日 那绝光长老 是香港联合佛教会 长期的会长 为香港社会 做了太多 不可思议的事情 二十几间老人院 没有人 可以跟他一样 二十几间中小学 包括残障的 没有人有这个福报 跟悲心 去承担这种痛苦 但是他最大的愿 他说他守在香港 他把台湾 苗栗黄花园交给我 但是我没有办法 做得很好 但是呢 他在香港 因为他在 而永远永远的 和平快乐 真的 绝光长老在的时候 香港真的是 世界的主 东方宝主 大家羡慕的地方 快乐 快乐 所以各位 一个大善之士 像佛一样 待在那边 那个地方就有福报 因为他的心 在关心的那个地方 但是呢 他现在涅槃了 可有他的任务了 所以当然我们要 努力的回向 供养长老最好的方法 不要让他担心 不断不断不断的回向 不断不断的 做功德 所以希望 不管香港也好 不安定的地方 都要好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要为 爱你的人 过得快乐一点 你的爸爸妈妈 很爱你 你一定要健康 你一定要 心里很平静 就算你现在 身体不好 你要故意去喝一杯酒一样 脸红红 才进去看他 就算你很穷 你要塞个卫生纸 放在口袋说 这个叫钞票 你千万不要让 爱你的人 因为你 而一点点的痛苦 让他担心 所以对我来说 当然 我们佛教里面 这个叫 慈 慈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让 我们的父母 师长 关心我们的人 想到我们 就快乐 我们还要 直接给他快乐 我们不忍 他一点点 一点点的痛苦 痛到你心里面来 所以我想各位做过爸爸妈妈 你的小孩子 留一点点血 一点点咳嗽 你的心就会在咳嗽 很痛苦 很痛苦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在每一个佛 他为什么要大转法轮 他就是不愿意 看到我们痛苦 他还要发愿 承担所有众生的苦 所以在我们有佛法的 加持的状态之下 我们的百分之一苦 只剩下百分之一 这个叫什么 来 待业往生 阿弥陀佛可以 释迦牟尼佛可以 药师佛可以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在药师佛前面 药师众 药师佛的心 就把你所有身心的痛苦 透过他的愿力 拿过来 字子 拿过来 他留一点点 让你赶快 拿借这个来修行而已 但是 他要把你 承受你的苦 所以每一个佛菩萨 就像有一次 我去尼泊 他们给我介绍一尊 很出名的 红度母 我看他的脸很感动 我在前面 就念了很多 而且呢 希望解决这些痛苦 因为我有很多困扰的事情 必须要去办的事情 结果我拜完以后 我在别的地方讲过 有一位菩萨 他就给我说了 他说师父 你刚刚跟度母讲的话 度母要我回答你一句话 我说什么话 他说 度母说他要承担 你刚刚所说的一切痛苦 请你放心吧 所以 这个叫度母 我终于了解 度 它就让你脱离 所有身心轮回 一切的痛苦 度母的存在 就是要承担 所有众生的痛苦 就像妈妈一样 当然 如果你要修度母仪轨 你要承担这个心 就跟度母的心相应 所以如果我们 我们 修度母 当然 只想要解决 自己的问题的话 那当然 度母还是会帮助你 但是对我们 就没有那么相应 所以就不了解 度母的心是什么 当然大乘佛教 所谓的大乘心 就是佛的心 佛的心 它就是要 愿所有众生 没有一点点的痛苦 那这样 以这样的心 来供养 绝光照 所以 我们念佛的人 要了解 佛的心 妈妈的心 妈妈不要我们受苦 妈妈不要我们去 去为了 烦恼而痛苦 千万不要再伤 妈妈的心 千万不要再伤 佛陀的心 一心念佛 你要了解佛在想什么 佛不要我们受苦 但是 如果你心乱了 你去贪嗔痴 你去执着 你就在伤佛陀的心 所以我想各位在家里 每天都在 不断的拜佛念佛 拜佛念佛 不要再说 我不高兴 我喜欢 我喜欢你太伤佛的心 所以我出家以后 我都发了事 我绝对不让我师父 乃至我师公 为我伤一点点的心 我宁可他叫我做的事情 一分 我一定要做到十分 因为让师父 非常非常的安心 因为师父对我们的恩 太大了 就像我要出家 我的障碍太大了 就像要死一样 那是我的师父啊 他承担我所有出家 痛苦的障碍 默默的 所以因为他要 他要帮助你出家 他要承担你出家 我知道我出家的问题很多 但是真华长老 来 我帮你踢度 没问题 如去长老送我去车站 没问题 他没有这些长老 来承担 我们就消不了障碍 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我是要发心出家的 我要很认真的 既然我要很认真 我障碍就特别大 所以同样的 我可能说 各位如果 你真实要发菩提心 魔就在你身边 魔就随时要让你死 让你退转 因为魔不要你发菩提心 所以那你要怎么做 所以你要好好好好 保护自己 起心动念 做什么事情 都不要离开佛法 因为离开佛法 魔就有机会进来 那我们这些佛菩萨 我们的老师 就会很伤心 所以在这种念头 也不是很困难 所谓不是很困难 是你要保持在佛性 保持在经典里面 所说的正确的心态 但是世俗 事情来了 你还是要按照 正确的心态去处理 你不能为了钱多 钱少 快乐 欲望 你又要犯戒了 你又要放异了 你要用过去的方法 去对待别人 你不能说 我过去是皇帝 我过去是什么人 反正我个性就是这样 借口 我是女生 所以我要这样 我是谁 所以我要这样 那就是说 摆明了说 跟佛菩萨说 我不想修行 不然你要干嘛 我要让你伤心 所以我想各位 千万不能对父母不顺 我到今天为止 我父母虽然往生了 我每天都要看到他们 微笑 因为我每天都做供养 我要看到我妈妈在笑 我看到我爸爸在笑 我看到卢须长老 真华长老 绝光长老 都还在笑 我就努力 因为我不能 让他们有一点点担心 我都会问 我所谓的问 我是用心问 我没有看到我师父在笑 这样我就去做 是我的师父卢须长老 三周年的元吉日 我们要到雾峰 办八观灾戒 因为卢须长老 很喜欢传八观灾戒 所以 因为我要让我师父很高兴 师父你不在 我们老老实实的 按照你的方法 来守八观灾戒 来读诵 你喜欢读的经 那我认为 这个也是很好的方法 所以你要改变 你的心的方法 那你就是服事别人的心 服事阿弥陀佛 把你的心交给阿弥陀佛 把你的心交给你的师父 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想法 我喜欢 我不喜欢 你真的伤师父的心 你真的在伤佛陀的心 何必呢 何必这么做 所以如果你把你的心交给了三宝 如果你把你的心交给阿弥陀佛 你反而你是最自在快 所以当我们在修行部分在家出家 当你碰到有不自在障碍 那你赶快 那是因为你的心跑掉了 你用你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 你不符合佛法 你不符合佛法 你跟诸佛菩萨 你跟师父的心合在一起 你怎么会偏掉 你怎么会孤独呢 所以这一点各位要有 非常维系的观察 观察 就像我坐在这边 我在想什么 佛的心就在想各位 佛的心就在想各位 佛希望转你们的心 好 我知道 所以我要代表佛 因为我坐在这边 我要转你们每个人的心 因为佛要这么做 我是他的弟子 我不是来讲我个人的想法 我现在所讲的是 佛陀要跟各位讲的话 因为佛陀希望我们 转法轮 离苦得了 成佛 不要再用自己的想法 再做事情了 所以对我来讲 我就不需要 为什么 我不需要看稿 为什么不需要看 因为佛陀苦口婆心 一直在这边讲 我只能一直这样讲 我都会很感动 哇 佛太关心我们了 他关心我 关心各位 关心往生者 他就给你一个念头 各位你要放松我 你不能说 我今天我想表达什么 我不想表达什么 那你就没办法 我们只是一个镜子 把佛的心 透过我们给众生 我们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把阿弥陀佛的心 反射到 这个受苦者 这个灵命中者 去感动他 如果凭我们 去跟一个得癌症 车祸死掉的 往生者说法 他会说 你都没有我的痛苦 你还说什么说 你也不知道 我车祸怎么死的 你跟我说什么 但是如果你用佛陀的心 佛陀比他们痛苦 几百万倍 都承担过他们的痛苦 佛陀了解他们的痛苦 所以佛陀才有悲心 所以你要很专心的 用佛陀的心 来贴他们的心 我们只是一个中间者 然后因为这样 对方就感受到 阿弥陀佛对他的爱 对方就超度了 记住这句话 感受到阿弥陀佛对他的爱 对方就超度了 一个堕胎胎儿 感受到他妈妈爸爸 对他那种疼惜不忍的爱 胎儿就超度了 一个情在在主 感受到你对他的爱 亏欠 想要弥补 他就原谅你 对人也好 对非人也好 都要如此 所以只能说 我们修行 不能再有我的想法 我的心态 永远永远 体贴对方 永远永远 接受佛陀的教法 我们负责体贴对方 负责慈悲 佛陀负责给我们 一个最好的加持方法 所以修行 要修行到 你感觉到 佛时时刻刻都爱你 佛陀永远在你心里面 他永远没有离开你 所以我们如何 让佛的心展现出来呢 念一下 无条件的爱众生 全然的爱他 所以 你必须要全然的接受 爱他 你当你尽最大的力量 去爱他 去让他感受到你的爱 他尊敬你 他永远尊敬你 因为你太尊重了 但是你跟他那边 巧来巧去 这样对付的 这个叫大秤 一般人认为 大秤 佛教 戒律 不要跟我讲话 酷酷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改变 改变这种风气 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 所以我很赞叹 季工 下回我们参加法会 包括在一起 一人戴一顶季工帽 好不好 这样人家报纸才要来登 季工帽就是出家帽 很正常 季工帽 好 看谁演得最像 好 要改变 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个性就是比较僵硬 那你要跳啊 僵硬 罢了 不然你怎么修行 不行 我个性僵硬 我这个人不会陪人家笑 我不会跟我丈夫撒娇 我讲不出好话给我爸爸 那你要修行 不然修什么 大秤是利益对方 对方要我怎么样 你让我怎么样 不是你想怎么样 不是你的个性 反正我就是这个脸 那你没办法 所以我想各位要心甘情愿吧 去还债 当然讨债的人他可以讨 只是对他不好 各位不要去讨人家债 你欠我 你欠我 我好像还跟你要什么 那就是你再来讨债 就像一个儿子 跟他妈妈说 你的财产都是我的 因为爸爸死的 我本来就是这个 但是 你就是来讨债的 你觉得爸爸妈妈都是欠你的 开口就要给你钱 知道你只要撒娇一下 你爸爸就要给你钱 你只要不高兴一下 你妈妈就要给你钱 他不得不给你 可以的 你是可以讨债的 但是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所以我想各位 你必须要债 告诉你自己 我不讨债 这个人欠我债 我绝对不跟他要 那这个人我欠他债 我高兴的还他债 给他快乐 给他快乐 所以事实上 我这个人也是这样 这个人看到我 以前骂我 不高兴 但我现在变 我看到他 哈啰 那你就好啊 我对他很好 我关心他 满足他 希望他快乐 但是我心里面 是真希望他快乐 而且我心里也做了很多观想 送他黄金珠宝 让他快乐 所以如果有人可以说 你有个杀业在煮 来来来来 我变成一百个 你要怎么 你要刮的 要杀的 要煮的 要扒皮的 都给你 你要这样想 他这个音信在主 就很欢喜 欢喜以后 念个心经 走了 因为你不是要他走 而是让他快乐 不要让他那么痛苦 你要超度他 对人也好 对这个世界也好 就像各位看到这些树 树要什么 水 我们就给他水 希望树 营养都够 希望树上的鸟 都吃得饱饱 希望树上的神 跟树边的鬼 都得到供养 你要一直这样想 所以你要养成这个 这个利他的习惯 佛教讲一个 利他的悲心 你要变成一个习惯 你千万不要说 我来高雄 那我想怎么样 但是你要 你要在当地 把你的功德 像甘露一样 像下雨一样 留在这个当地 跟你所看到的人事物 就像你去餐厅吃饭 不是我来吃饭 我们去餐厅吃饭 希望什么 希望老板发财 希望坐在隔壁 那几桌的人 都得到你的功德 那你这样去吃一顿饭 没有问题 很快乐 餐厅是组婚的 希望他们都超度 虽然你是吃素的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你要懂得 修 修 满足 快乐 帮助对方 所以一花 一草 一木 一只蚂蚁 通通一样 就像我跟你讲 超度冤心在煮 要么你就今天超度它 你不要偷到明天 超度冤心在煮 五分钟 一天就可以 如果你超度冤心在煮 超度好几天 你让它气死 我跟你讲 一天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超度那么久 不敢玩啊 我给你沉地中间 你又不走 而且你自己个性又没改 你个性又没改 冤心在主 他心通 你用什么心在跟我念呢 他比你还清楚 就像有一个媳妇啊 她婆婆死了 师父你给我超度一下 你过去 我知 知识对我很难 你又念 你又念 你快给我超度 你又念 你婆婆要给你死 我告诉你 他认为他不信佛教 这样想他知道吗 我都不敢说 他就站在你后面 你还念 因为你眼睛看不见 你很可怜 冤心在主就是 二十四小时 分头没有没有盯着 你不能还叫冤心在主 你还敢念他 你心里还不服他 你还说你要超度他 你婆婆起死就好了 他说 我说 你可以一天就超度他 一秒钟就超度他 跪下来 阿母 我对你去 这样 我一家好好好好的 怎么样 按照他 希望你做的 好事去做 然后呢 那我要做给你看 那我现在 先让他高兴你的心态 所以我现在要 孝顺你到极点 所以我要为你念地藏经 让你都没干扰 我帮你念阿弥陀经 你如果有机会 我就想要去 你先去极乐世界 不然你先去 我再来孝顺你 因为他要超度 我没超度 里面就背开跳 跳到上品上身 但是你内心里面 对我不好 你就天天在抱怨 然后你在念地藏经 又怕鬼了 上回有一个 有一个妈妈 往生的媳妇 跑来参加法会 我问他 我怎么没见过你 你怎么会来这边 然后别人问他 他往生的婆婆 最近回来 睡在他旁边 他吓坏了 然后他就来参加法会 这样比较不会怕 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我只能说 我说婆婆又没有给掐脖子 他只是睡在你旁边 他可能是他认为 他往生了 现在在好地方 他可能曾经对不起你吧 还是他不知道以前 原来这个媳妇是我女儿 所以他现在跑回来 睡一下 对不对 但是你一做到梦 你就吓坏了 你跑来这边 是要把婆婆赶走 就对了 因为你这个心态 就是不接纳他 利用佛教 利用佛教 而不是来修行佛法 好 请翻到 随便翻 97页 我现在要 讲什么 丢枪 然后呢 就他有他的因缘 直觉很重要 直觉 事实上 比如说你在开车 我要去找素食店 有一个直觉说 左边 为什么左边 你不要问 开去看看 这样就好了 因为那个是个直觉 一个清静的 护法神 护法神帮助你 不是说你要找自助餐吗 左边 你会有一个直觉 好像心里的声音 左边 那你去看 真的有呢 护法神 但是起分别的念头 有压力的念头 就不太 不太准确了 42页97条 这句话好美 我刚才是看到这句话 所以一翻开 看到这句话 想跟各位念这句话 念佛 就是唤起心中的佛陀 也就是唤起我们内心 那份最美最真的部分 美不美 回去念给你老婆听 念老婆 就是唤起我心中的佛陀 你老婆说 嗯 佛法好 她说对啊 因为你就是我的佛陀啊 我一定要不要 背开 私房钱都给你用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 你念佛念佛 就能抱怨你老婆 你念佛念佛 念你老公 你还念什么佛呢 我有些人真的很奇怪 哇 一直拜佛 一直拜佛 一下来 我不跟你讲话 你为什么要拜佛 拜佛就是你尊敬所有众生 都像佛吗 而且你还会开智慧 为什么要念佛 如果你按照佛陀的教法来念佛 事情里会除了你很美满 比如说你想骂他 会有另外一个念头说 不要 因为你在念佛 佛在加持 你才知道 哦 智慧是从这边来 分别的意思 跟智慧是两回事 分别的意思是你的想法 你认为对 你认为错 但是无分别的智慧 是从你的悲心 啪 显现出来 我不知道各位抓得住 抓不住的 现在现场有八百个人 我很用心 站在各位的心 想各位在想什么 接受各位的一切 我会升起八百份智慧 所以我 我愿意 我经常要这样 千万不要再想 我在想什么 我要想的是 对方 我能够给他什么 佛陀在想什么 所以最美 最真的心 就是为众生 真正是想要让他 离苦得乐的心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以今天 别人要找你吵架 你要念佛 希望他快乐 我没办法跟他讲话 但是最美 最真的那一部分 奉献给他 你现在身上一个洞 你不要骂 他好可怜 过去我伤害到他 他在流血 他现在 这个血 不过是我过去伤害 对方的一个 小部分的显现 我要好好地呵护他 希望 这个被我伤害的众生 乃至我被我伤害 造的这个恶业 我要给你贴 沙龙 我不要让你痛苦 不是说 我不要痛苦 而是我不要让你痛苦 你用念佛的心 去照顾 这个可怜的伤口 而不是说 我不想痛 而是 念一下 我不想要让对方痛 记住 不是我不想要 让我自己痛 你永远要有 这个佛陀的心 如果你是照顾 你自己心的人 你是自私的 自私的 就像一个女人 天天跟她老公抱怨 你都对我不好 因为她 这个女人不爱你 她会抱怨 因为她要跟你要 但是一个女人 真爱她的老公的时候 她会怎么说 老公你的苦 都我来照顾 没关系 你只管快乐 我永远祝福你 因为 为什么 因为我是吃财 念乎累了 我是念佛的 我念佛的人 我就要把佛的爱 我不会 但我会用佛的爱 去爱你 你打麻将 好哦 祝你赢钱 祝你健康 记得照顾自己 别人抽烟 没关系 念老公 做烟供 你也说话 好听 因为你在念佛 千万不要拿着念佛 去苛责别人 我们媳妇 我们女儿 那你就 不是念佛的人 所以我想 念佛是唤起 心中的佛陀 最美的那一部分 去呈现出来 所以我希望各位 念一下 越老越漂亮 好不好啊 来比漂亮的 不要比丑的 心中有一朵灵花 我在这边 耶稣陀罗 他要往生之前 他去见佛陀 因为耶稣陀罗 是佛陀的太太 他不忍心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心脏 去看到佛陀 死在他面前 他知道佛陀 要涅槃了 他就带着他们 五百宫女 包括佛陀的继母 摩合婆娑婆娑婆体 一起去见佛陀 跟佛陀告假说 佛陀啊 你要实现涅槃了 我们不忍心 看到你涅槃 我们请求你 让我们先入涅槃吧 就是这样 所以 然后他们涅槃以后 又实现什么 五百个八卦 摩合婆娑婆体 跟耶稣陀罗 都变成十六岁的 少女的脸 让佛陀看 佛陀来看 他们这些 都涅槃了 结果 脸这么漂亮 他们要让佛陀 感受到 他们的爱 所以我想各位 这个佛教故事 太美了 那我们也一样 既然我们是 念佛的人 耶稣陀罗 念佛的 摩合婆娑婆体 念佛的 他们这五百女 阿罗汉 是念佛的 所以 可能吧 他们是阿罗汉 不是念众生苦 那至少还念佛 但是啊 他要让最美的像 让供养佛陀 所以各位要这样如此 你要发愿哦 哪一天我死了 我一定要显现 最庄严 最好的像 让我的家人 看到我 和欢喜 不要伤心 所以为别人 你要保持正念 为了别人 一个慈悲的人 一定要保持正念 所以各位 你要学我 我很喜欢一句话 想很久 既然看到这一句话 是个真理 你要马上 当下 改变你的生命 它不是一句话 如果你念这一句话 你还在那边生气啊 脸神不好啊 气色怪怪啊 耍脾气啊 你没有看过经典 你不知道什么叫 念佛经典 每一句话 当下 当下 就变成你的生命 就展现出那一句话的 形象 借象 行为 慈悲 所以各位 好好念佛 好不好 那你们家人有福了 你朋友有福了 幸福了 为什么 你把最美的 开始 变了 不要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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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是如此 今天就要改变 一辈子过去是如此 现在就要改变 所以我知道英国 我觉得很有意思了 我这一辈子 应该算第一顿饭 一个老妈妈 眼睛不舒服 还端着饭菜 他家只有一人吃菜 阿姨的妈妈 要煮素食 一手放在墙壁 眼睛看不见 走到五公寺 他家在门 叔 煮给你吃 他家他吃素 他多煮我一份 所以我很感动 没有这样 我就不会那么乖学佛 原来我在五公寺 一个人孤单的住在这边 可能是我妈妈 我阿嬷 我女儿都在那边 全家爱的我 所以我可以待得住 我一个人待在那边 但是让我学 所以我说 后来我就 我看到了真理是什么 原来不是读书 一直读书 就是这样 所以我要离开五公寺 我心脏快跳出来 很痛很痛 我才知道什么叫痛 所以痛的时候我就说 哎呀护法神 如果你叫我不要 不要去 不要离开五公寺 你就让火车坏掉 坏掉 讲五次坏五次 所以我就没有去读佛学院了 乖乖的就回来五公寺了 所以 这个佛法的力量 护法神的力量不可思议 什么是对你好的 什么是对你不好的 他照顾你 第二句话 修行佛法 就是要培养我们 对一切众生的关怀 简单的说 就是练习爱众生的能力 爱众生的能力 不要再耍个性了 不能有分别了 所以我想我们这次要 办短期出家 我也是强调这个 短期出家不是我来得到什么戒啊 我来什么三米戒 五戒啊 这个有功德 师父你不讲很功德吗 爱众生的能力 所以 培养这个 这叫修学佛法 要心甘情愿的 去爱众生 要一直想 对方在想什么的 去爱众生 实际上各位很简单啊 我以前就是这样 我很爱我儿子 我帮他准备一切 他这辈子所需要的东西 但是也让我很惭愧 当我去越南啊 我去很多穷的国家的时候 我看到那些小孩子 就看到我儿子 这是我儿子最大的功德 当我以前没有儿子的时候 我不会去注意小孩子 就像一个妈妈一样 生过小孩的妈妈 就会去疼别人的小孩的妈 所以我那个时候 就注意小孩子了 然后注意小孩子 我都觉得 哇 他们怎么这么苦啊 他们怎么这么穷啊 只能像乞丐一样 去捡人家吃剩下 那些游客吃剩下的 我心里就很痛 但是这个痛 给我一个觉醒 我发觉我太自私了 我对我儿子 这么好 这么体贴 这么细心 但是我对别人的儿子 居然从来没有关心过 那我又想那么多了 那我对我儿子这么体贴 那我对我爸爸应该感恩的 我却没有这么感恩 所以生儿子会让我们很孝顺 所以我就变成对我爸爸妈妈 变成很孝顺 所以 但是这一份爱 可以让你 可以让你 去爱所有众生 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 如果你心里面 没有一份最爱 你很可怜哦 赶快去找一只流浪狗 不然我送给你 好好爱它 然后也爱这个流浪狗 不管你爱什么都没关系 爱猫也可以 爱小孩子也可以 爱老人也可以 这一份爱你找到了 然后把这一爱 这份爱 去爱所有人 因为它是你爱的力量 它是你爱的力量 但是我很怕一种人 曾经有人问我要出家 我就问他说 你在家最爱谁 没有 我讨厌我家人 我说你不要来 天哪你不要来 你来要干嘛 杀我们吗 我问你最爱哪一位 你都没有 我说你一定要有 你离开他 像心脏要裂开一样 可以 释迦牟尼佛要出家的时候 他去看耶稣陀罗 跟抱着他罗后罗 我都讲这个故事 佛陀那时候说他 希大多说 我心脏裂开 因为他必须离开 他的爱人跟小孩 但是他又要出家 他又要 他不能不出家 他已经决定要出家 才能够解脱生死 或帮助别人 但是他必须离开 他的最爱 你要如此 保留这份爱 去追求真理 找到真理了 爱属于有众生 我没有那么福报 我出家的时候 我小孩子被打得半死 我真的是心又烈烈烈 我太太 我太太爱我爱得要命 但是她没办法 她没办法 她没有任何方法 可以留下我 她唯一可以留下我的方法 就是打我的最爱 所以我不怪她 只是她必须这样做 看能不能留住我 没有别的方法 但是各位 对我来讲 我也很痛苦 但是我必须要修行 所以我会留着 我会好好修行 因为我要感恩他们 我必须为他们修 所以我出家的时候 我自己的法院 我替我父母 替我兄弟 替我太太 替我儿子修 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我没办法再负起世间的责任 但是我必须负起 佛法圆满的责任 再来 既然受了菩萨戒了 我师父说 你不能再有这个愿 受了菩萨戒 所有老的都是你爸爸妈妈 所有的女的都是你过去伤害的 所有的小孩都是你的儿子 你必须去爱他们 去承担他们的苦 去给他们一切快乐 所以我想各位 你现在了解了 那你就把它化成行动 产生力量 不是在这边 我听你讲 跟我没关系 反正上课有功德 混时间 你要用 所以这样讲 再念一次 修行佛法 就是要培养我们 对一切众生的关怀 简单的说 就是练习爱众生的能力 不要看不起众生 有些人他太专业了 我是搞眼镜的 我是搞医学的 我是搞旅行社的 他看不起客人 他认为 这个小case你还问我 他个性已经骄傲了 认为我的专业 已经胜过你们的不懂 他不是服务众生了 不对 每一次都是第一次 每一个客人都是我们服务的父母 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去对他好 所以练习爱的能力 爱众生的能力 这个叫修行 但是请先从 念一下 微笑 爱与 不思 力行 同事 你要先微笑 先讲对方喜欢的话 先经常送他同事 站在他的立场 来着帮助他 希望各位今天来参加八观灾界 回到家里 你家里能感受到你的爱 八观灾界 清净的慈悲 他每天出一食物 你太太都会帮你准备好便当最好吃的 老公 我送你去守八观灾界 因为你回来会更爱我 他不是 不要跟我说话 老母帝中我们菩萨 我要念三遍地藏经 不要跟我说话 我在念阿弥陀经 他们太太说 你去死了 你念阿弥陀佛 以前死的 有点 因为你没有在修行 所以大乘佛教 是在爱众生的 是在承担众生苦的 所以你要愿意 所以我这样说 我们才读两句就可以下课了 要讲很久 所以我为什么要做成小本 各位你把这一本看烂了 我看你会不会 你要每天 要这样做 要这样做 然后你最好看 我这个做几分 问你隔壁的 你看我这一条 培养爱众生 做几分 你不要跟我说 我骂你 那你就没有机会进步 要授权给别人 睡在你隔壁的人 帮助你 有心事你可以跟他讲 有抱怨你可以跟他讲 对方学习倾听 没关系 大家打开心 多交流 多了解 如果要得到 人生美好的幸福 必须怀着一颗 慈悲宽容的心 去做人做事 慈悲宽容的心 去做人做事 我们在这个人间 就是做人做事 所以对马桶要慈悲 谢谢你 所以我每天都在搬家 有一次我在搬 有一位义工 阿叔你在往哪里 拜哪里有佛像 我拜房间 房间的一切 地基组啊 床绳啊 厕所啊 包括 等一下可能要整理 这个房间的人啊 谢谢他 因为我在这边 谢谢他照顾我们 一晚上 像妈妈抱着我们 睡觉一样 给我们一切的方便 所以各位要开始练习 用个茶杯 用个东西 都是慈悲 宽容 宽容的意思是什么 接受对方所有所有的缺点 不要挑剔 不要挑剔 这个世间本来就不圆满 不要挑剔 所以你要利用 种种的不圆满来修行 必须怀着这样的一颗心 所以各位如果你们是朋友啊 一起来了 你先问他 我有没有一颗慈悲 宽容的心 有没有 比较大 有没有 对不对 那你这样就 你这样就不行了 但是你真的要坦白的问别人 回去问你先生说 老公 你觉得 我对你好吗 师父叫我问的 哪里我还可以做吗 像各位男人 你们终于来受戒了 回去 没有 你看 我什么地方对你好 什么地方做不好 海盗法师叫我给你问 叫我回去做功课 就像我以前在恒春 另外一个阿华 黑道黑道开部车 说来开车载我 我说可以 你没有吃财 因为我听说他对太太不好 外面很花 小客人有钱吗 你买素食便当去银行 给你没有吃 你才可以来给他开车 不然你开车会给你弄掉 因为你对老婆好 再来说 你对老婆不好 你对我很好干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做 你要真做 但是他是做了 做了 那是规定只好 表面做做 内心没做 对不对 还是没有用 所以我想修行必须要透过 透过 你让家人认同你 可以 一百 真正的安乐来自于烦恼的调幅 并且恢复我们心性那份原本的自性光明 记住这句话 自性光明 这个就是佛性 就是觉性 所以光明就是空性 悲心 所以能够亮又能够照射 就是因为清净空性才能够照射 才能够有光 那如果各位要得到快乐 不要抱怨 我觉得心情不好 有些人压抑 心情不好也不讲 不讲 就产生压抑 然后呢 脸就是扭曲 然后呢 就吃不下饭 然后呢 好像怪怪的 不跟人家讲话 孤僻 因为压抑 心情不好 那不行 因为你在修行了 我为什么会心情不好 因为我老公不理我 为什么会心情不好 因为我儿子不理我 那你要去反省 那为什么这会让你心情不好 那你为什么 因为你看不开 因为你执着 因为你没办法控制你的情绪 那你要去反省 当然这个时候 各位一定要有老师 也就是说 各位要认识几个心灵老师 不一定的是出家人 在家人 很冷静的 有经验的 比如说你是个年轻的媳妇 你跟你的婆婆不能沟通 那你可以跟你公司里面 做人家婆婆的同事沟通 因为他做过婆婆 了解婆婆的心态 那你怎么去体贴你的婆婆 原来是你错呢 然后回去以后 你就跟你的婆婆手拉着 跟她忏悔 表达讲出你的不满 可以啦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这样 然后我心里不舒服 让你婆婆跟你解释 所以人一定要这样 像各位夫妻关系 我发现现在很多 老婆在那边讲话 老公 这不错 然后又不能讲 然后要讲就考试 然后 我讲 可怜 你贵官叫可怜 为什么不能够沟通 也不想沟通 不是为了财产 就是为了儿子 我不能跟你沟通 等你死再分财产 那就是你不懂的 修行 所以修行是内心不满 为什么不满 烦恼 那烦恼要自己调伏了 贪 嗔 痴 傲慢 嫉妒 没力 那你要去转化它 转化它 而恢复 恢复本来的样子 恢复 本来就具足的 就像窗户插亮了 好亮 好舒服 它本来就亮了 只是你没有插 那这脏脏的倉妇多不好 所以把这些烦恼污垢 消除掉 烦恼污垢本来就是不固定的 玻璃本身是不变的 烦恼污垢是用水 它就不见了 它不是本来就是 玻璃里面的东西 玻璃代表空性 它不变 那些烦恼一擦一水给它 什么什么 喷一喷它就不见了 它就会流掉了 但是你不要认为 那个烦恼是你自己 我个性就是这样 我不高兴 如何如何 反过来101 世间人喜欢增加自己的欲望 永不知足 就像喝海水一样 只会越喝越渴 所以各位不要去求欲望 不要去求别人对你好 不要去求地位官位 很多人都在做生意 做生意就是我要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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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 那对你来讲 你就会离自己越来越远 饥渴 贪心越强 我老实说 男女之间谈恋爱 那就是透过对方 在满足对方的自己的饥渴 结果越来越渴 结果越来越渴 金钱的欲望 男女的欲望 所以八观灾界最大的功德是停止你的欲望 不要吃晚餐 不要爱漂亮 不能跟老公老婆睡 男前不要谈恋爱 这样你就快乐了 自在了 但是如果你认为你一定要去得到 一定要去得到 你就会很痛苦 就像海水 越喝越饥渴 一百零恶 遇到冤亲在主 若有嗔恨心 斗争 就会引发过去式的恶业爆发 记住哦 这个人你已经对不起他了 但是你会觉得他干嘛要对我这样 你又跟他吵架 他就杀你 因为过去你把他杀了 他现在做你的弟弟 做你的哥哥 做你的太太 做你的儿子 他要来讨债 但是如果你今天修行了 心里知道 他是来讨债的 我对不起过他 所以我默默的忏悔 尽量不要跟他对立 该给他的钱就给 慢慢给没关系 多用他的名字做做功德 还是要给一点 因为欠人家的 但是你不能觉得不满 你要觉得不满 儿子把爸爸杀了 财产抢走了 如果他吸毒的话 他控制不了 所以遇到有行或无行的冤亲罪住 那夫妻之间总有点冤心在住 但是你不能用这种 这种方法 斗争 斗 或生气 来对待 103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保持忍辱 忏悔 断除过错的心态 就能安然度过 所以每天都有很多 我们欠债的会过来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接受吧 这个叫安忍 保持忍辱 事情要怪自己 忏悔 而且发愿 不会再犯 因为很苦 过去因为骂人 被打巴掌 现在不敢骂 不然又被捶 再骂 被杀 所以碰到逆境 然后就超越它 不然你像穆监连尊者 碰到逆境 讲话很值 打成肉酱 神童也没用 打成肉酱 为什么 过去杀鱼的夜 马上就过来 所以碰到什么事情 不要抱怨 不要 有些人不会抱怨 反正我耍脸色给你看 我会拍框 别人给我照出来 各位念习一下 一笑自知 惭愧感恩 你要从内心 人看到人 如果你认错 你虽然口才不好 对方可以感受了 虽然你不会讲话 逼着对方更生气 更生气 因为人人都有他心通 只是多跟少吧 那至少夫妻的他心通 可厉害了吧 两个聊 睡那么久了 还没他心通 你对你儿子 把他抱长大 你也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是 你一点不高兴 对方都会知道 你一点抱怨 对方也会知道 但是这样 那就会造成对立 最后一行 随缘是最好的性格 能随因缘 不计较 不比较 不执着 这就是佛法 所以我很喜欢 写这种 很浅的 或讲这些 这个是实用的 但是修行就是修这个 你不要说我很会读 那眼睛金刚经 然后又很暴力 又很抱怨 你很喜欢读谱门品 大悲咒 道悲如流 就不懂了慈悲 那意义就不大 所以 随缘就是接受了 随顺因缘 随缘不是随便 因为他有因缘 那凡是因缘所生法 都是无自信空的 所以随缘的人 就可以放下 叫随缘自在 所以 接受因缘 透过因缘来修行 好的不好的 都可以修行 所以随缘是最好的性格 要做一个好个性的人 要做一个亲戚朋友都说 这个人个性不错的人 所以能随顺因缘 表现出来干嘛 不计较 不比较 不要讲别人怎么样 讲你自己就好 不执着 不要坚持什么 这就是佛法 好 重不重要 各位希望 多多的思维 整理 我们各中心都整理了几百本 我以前是一个礼拜 整理两本 以前比较有时间 现在不太没时间 我只能画画重点 请把别人帮我打字 再弄一弄 我以前都是自己整理 自己抄 然后再自己请人打字 因为我认为 这每个过程都是修行 没有一个字写错 每一个字都配得好好的 哪一部经典 哪一句话 哪个善知识 哪一句话 像我师父给我讲十句话 我记得 我会整理成两句话 更白话的 这样快 因为可以给别人用 可以给自己用 所以像我爸爸 从小跟我讲的话 我永远记住 Thank you 还有一句话 我也记住 Bakaru 怪怪 Bakaru 对不对 然后呢 什么事要做什么 我爸爸从小把 报纸的每一个重点 日本报纸 台湾报纸 都写给我 我每天看 以前是很讨厌看 后来就讨厌久了 也看习惯了 因为每天都要看 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政治也好 这些也好 学习佛法 千万不要只关心自己的经典 每天要读多少经 每天 然后世界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那你不是佛教徒 佛教徒叫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首先要干嘛 念一下 关心周围的人 关心社会 关心国家 关心世界 把世界放在你心里 把国家的事放在你心里 把爸爸妈妈家庭的事放在你心里 不要说与我无关 念佛是为了他们 念佛不是为自己 关心放在你心里 你妈妈在生病 所以你念佛 因为你关心她 众生在受苦 所以你把不一样的 你不能讲光众生 众生是什么 忘了在 因为你们有一个具体的接受 狗是众生 牛是众生 老人是众生 女人是众生 那众生在哪里 就在你当前的左右 现在在高雄 明天在台南 那再来在哪里 那边的众生 屏东有什么众生 屏东有屠宰场 有横村 有监狱 有屏东人的个性 你都要放在心里 会吃槟榔 你要关心 放在你心里 而不能说 我的寺庙呢 很多人说 我在屏东盖道场 那我就会问他 你在屏东做什么 盖道场 我会问你他 屏东干什么 盖道场 我说我白问了 我就说回答你 屏东才是你的道场 不是你在屏东 某一块地盖道场 所以他们一直叫我说 海盗法师 你怎么不回去盖道场 我说屏东是我的道场 我现在心大一点了 台湾 我现在心更大了 师父讲了 世界 因为不是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可以用 但是社会 别人更重要 所以各位我想 一定要 让你的心知道 关心 悲心 是在别人身上完成的 是在周遭环境完成的 那你关心 悲心 所念的佛 诵的经 持的咒 才叫佛法 这样而已 不然什么是佛法 地藏经是佛法 令言经是佛法 什么咒是佛法 那你不会用 要不是拿来 藏在冰箱了 吃一颗 吃两颗 我一天吃一万颗 你以前是有 药 大乘佛教的药 是给众生用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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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让每个人都变阿弥陀佛 如何让他变阿弥陀佛 你要去想 而不是说 我帮你念阿弥陀佛 你可以成就阿弥陀佛 生下你 养你 爱你 带你长大 陪你轮回 最后带你成佛 这个叫 拿摩阿弥陀佛 而不是放弃 这些人间的一切 你就 我在念阿弥陀佛 这个叫 脑筋有点状况 一个妈妈 要让小孩子成佛 要从生下来 培养到他长大 看他结婚 生小孩 都一直照顾他 这个叫一心念佛 从没改变 从这个过程里面 去让他成为阿弥陀佛 学习阿弥陀佛 可以 而不是说 放弃他 不照顾他 不会煮饭 所以我有一次 我师父讲一句话 不会煮饭的人 怎么叫念佛 哇 给我压力很大 阿弥陀佛 煮饭的不见了 我们再会讲 剩我跟我师父 阿弥陀佛 然后我就好吧 我去煮 我没有不煮 给我师父说 算了 我来煮 他煮 我煮稀饭 我去买炒包 我师父煮菜 我得要煮 但是我有煮 我没有说我不煮 我只是压力很大 我煮 那就好了 对 但是各进 那我说师父 那我一定把碗洗得亮亮的 我师父就微笑 他说事实上 我不喜欢吃你煮 我说对啊 对啊 你还叫我煮 对不对 因为河南人吃的 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我知道 我师父喜欢吃什么 就好了 晚上我准备一个木瓜汁 我最讨厌的木瓜 但是我师父很喜欢 对不对 我师父在房间 我就端一碗面进去 他握了我的手 海刀 孝顺 对不对 因为师父 表面上过午不时 房间是吃面的 这个是非常守戒律的 为什么 这个 因为外面吃 不好看 在房间常愧吃面 和木瓜汁 因为大乘佛教 我认为我师父最慈悲 外面吃 好像太大方了 对不对 他说他养成习惯 不是说外面吃不好 外面吃要吃很久 反正他一碗面就OK了 他可以借这个机会 看看书啊 没有面就喝一碗木 一碗木瓜就好了 他说我都会 很体贴去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一点很好了 学佛以后让我觉得 原来佛法是来服务别人的方法 跟我想法都不一样 我以前是读书 闭关 把经典读完 打坐 讲清说法 我认为就是佛法 这是我的看法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看法来学佛法 所以我师父就叫我去接电话 扫地 什么都做 然后派东派西 派去恒春 派去韩国 派去哪里 这样 然后我在别的地方坐得很好 我师父说 不要坐太久 赶快换位置 换位置 我说师父这边又不是你到场 不要坐太久 你坐会长你就完了 坐得快到会长你就不要坐了 你才不会执着 有道理 任何事情做到顶你就不要坐了 所以我是武功师被赶出来的人 我在武功师坐得很认真 我师父说 你自己去吧 反正你有地方 这个地方留给他们两个 我给你们考过了 我不是坐得很好吗 你会觉得 我师父说 不是跟你讲吗 坐得差不多了就给别人坐 你也会坐得更好 你不要一直站在一个地方 站太久就会执着 我们为什么要出家 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要站太久 因为不要认为自己可以 跟人不要在一起太久 在地方不要太久 什么都要流浪 各位这句话是真话 我在每一个地方住超过七天 或三天我就不想走了 为什么 多舒服啊 已经习惯那个地方的井啊 那个风 空气啊 舒服的 想到要搬家又痛苦了 但是我师父说 不行 要动 要动 不要固定 不要固定人事物 你要保护你自己 你要调伏 你看我厉不厉害 我是不是叫一心念佛 我师父不在 他所有的话我都还记着 他的念头都还在我的念头里面 他随时在跟我讲 正话长老跟我讲什么 绝光长老跟我讲什么 卢西长老跟我讲什么 法证长老 所以每次他们女众在敲法器 我心里的法证长老又跑出来 哎 敲错了 这样 又错了 法证长老的法器 这声音完全在我心里面 因为我很认真 所以我希望各位 这个简不简单 但很认真 它就会变成宝 一个小小的书这么好了 何况一本经 华颜经 华华经 哇不得了 那个是宝 好好的 不能每天在那边研究经典 拿来用 不要急着 有些人说 师父我想要七天念完华颜经 也对也错 我说 如果你是为了修禅定念念 可以 可以帮助 但是如果你要研究华颜经 你要说七年 七年 你要把华颜经 经常拿来思维 一品一品的实践 然后看后面 还记得看前面 看前面呢 再参考后面 把华颜经的精神 表现在你身上 那别人会感觉到 你在行菩萨道 可以 那你既然研究华颜经 那你也要看看大波勒经 你也要看看 大智度论 乃至菩提道次第论 因为这个都是相关的 金刚经 但是不要每天看 拿两个钟头看 拿十几个钟头行 行在哪里 人身上 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地方的人 我曾经请一个 法师讲华颜经 他跟我说 你们谁听 我说我们那些老菩萨 这听不了 他不要来 那我说法师 你搞不懂华颜经 讲华颜经 要讲给你妈妈听 听得懂才叫华颜经 你认为只有知识分子 才可以接受你的华颜经 那你读这个是白读了 所以你录了录影带 我电视都不会放 我老师跟他说 他问我说 我给你录影带 你为什么不放 听得没了 对不对 我可以看得懂 但是我们那些信徒 老菩萨看不懂 因为你是讲华颜经 但是你不是讲给众生听的 众生是什么样 你都要注意 请问我们现在在讲 那些土地龙神 有没有在听 鬼神有没有在听 堕胎小baby有没有在听 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我要讲课了 各位菩萨好好听 得记住 动物灵 我都是现在先打招呼的 因为你 佛陀一阴眼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你讲法也好 做事也好 要息息相关 整个法界众生 都知道你在做什么 都了解你在做什么 不是我在读什么 往生者听得见 消灾者听得见 这些素神听得见 请问各位 头上有没有很多天神 有没有很多佛菩萨 至少我师父在 因为他爱我 他关心你 那你要这样想 原来人是活在法界里面的 不是孤独存在的 要这样来看 好 最后回答几个问题 讲到这个你要观想 现在你得食道癌症 或是你最爱的儿子 你会心很痛 那这个食道癌 一定有他的业 一定跟吃有关系 杀生吃肉啊 等等等等 所以 那你当然要替他 希望他吃素 把你吃素功德给他 可能他也骂人 你要替他观想 消业障 等等 回家给他的冤心在主 那你这样来听 就很有意思 所以他的 他 念一下 放生三千元 我们要觉得好欢喜 哇 放生三千元 可以救很多私木鱼 可以救很多蚯蚓 跟所有食道癌 所有杀生吃肉的业 希望所有的冤心在主 都得到快乐 这样他就超多了 要见吗 写不写牌位 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要写牌位 更要很悲心 牌位是一个真实的 相信他的存在 所以我要对你好 然后我们要借这个来 修行 也来相信因果 也来了解轮回的苦 也来修悲心 所有造成自杀 自杀冤心在主 同享功德 恩阿佛 那各位你要学习 跟自杀的人合在一起 他好苦 他恨 他不甘愿 他很忧郁症 他病了很久 他没办法活 你要观想他的心 了解他的苦 然后进一步呢 我替你受苦 你借这个机会 修师生法 自他教换 我替你受苦 然后我来带你念佛 我跟你一起苦 然后我来带你念佛 然后呢 放下那个痛苦 放下那个执着 我们帮你点灯 我们帮你放生 今天有这么多人 说把关灾戒 我们都回向给你 所以你不要怕他 你要拥抱他 甚至他旁边 可能有个自杀鬼 很恨他 但无论如何 一千个跟一个 都一样意思 你用同一份心就好了 去做回向给他 他说他的家人 长年居住三十年的房子 从一开始就不安稳 一家人在过去十年 家庭关系冲突不断 亲子关系很糟 大家都情绪不稳定 最糟的是 我姐姐长期精神不稳 家里请过很多道教的老师 包含亲戚 都说这房子不干净 直到今年因为房东收回 我们才得以搬走 请问我们该如何 帮助我的家人 一切法因缘所生法 房子不好 也要有不好的因缘的人 才可以去住 房子好 也要有福报的人 才可以去住 但是呢 因缘决定在哪里呢 这是一个家人的共业 共业 那这个共业来自于哪里呢 心态 佛教里面呢 根源在心态 这个心态一起来 那个业报就起来 那这个业报一起来 冤亲在主就靠过来 因为冤亲在主 一定要等你有这个 起心动念的业成熟 他才可以侵入 利用这个业来讨债 那我认为最好的方法 就是转变念头 转变念头 消业障 忏悔 超度冤亲在主 转变念头 所以他说他家 今年的状况很糟 爸爸开刀 进出医院两年 身体虚弱 妈妈自己在仓库 整理货物 撞得头破血流 而我因为离婚 前岳父无法理解 寄了很多道夫到我家 我不满两岁的女儿 一天到晚伤到头部 我一直想帮助我的家人 撑到今天 身体也很多问题啦 有时念经词的时候 我不知道 源头是什么 不知道该回向给谁 对三宝有信心 把我们的心 专心的 当你在念经念佛的时候 不要把这个烦恼心带进来 也不要为了说 我今天这个事情有点烦 所以我才来念经 念经的时候 就是很专心的念经 来回向给法界众生 当你用悲心 在念经的时候 这个光 就可以把你种种的困扰 消除掉 净化掉 也会让你开智慧 佛会加持你 去知道 这个问题 慢慢如何化解等等 所以我想 当然不能一直觉得抱怨 房子不好吗 到底是哪里不好吗 是我们自己不好 一切法为心照 心不安定 对三宝信心不顾 所以 当然 在态度上 一定要虔诚忏悔 不能再说 哪里问题 不认错 虔诚忏悔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要虔诚忏悔 求佛菩萨加持 然后呢 但是也不要被这个一点点的 生老病死乱了你的心 他乱你也乱 造成不好 爸爸生病 你更平静 平静 相信因果 慈悲 为他放生 为他念药施咒 法无高下 而不是说 特别要去找 你越乱 到处找 到处找到一些不对不对的 各个讲法 ABCD 你不知道做哪一样 那你心平静 本来生命就是苦 生老病死 家人有贡业 等等等等 那你就 读金刚经 你很专心 了解金刚经在说什么 如果你了解金刚经在说什么 那你就知道 这些生老病死 这些痛苦 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空性 我们没有安忍 你读心经也可以 无色受赏行事 那我现在一直追求这个 我只叫快乐 我不要生病 我希望家庭和和 不要这样 对不起 超越它 超越它 因为心经叫我们在乱里面 有一个不乱的心态 是诸法空向 你要找到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心经要我们超越这个 你所碰到的 无言耳鼻舌生意 无色生相畏触法 无苦即灭到 不要含苦 苦是因为我们没有空性 那当然如果我这样讲 可能比较深吧 不然你就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当痛苦烦恼来了 一起念佛 老实念佛 按照阿弥陀佛的悲怨心态 来念佛 而且以阿弥陀佛的功德力 来回向给对方 但是不要怪为什么 这是你家的问题 你干脆把美国问题 都成为你的问题好了 你就去世啊 一个人有一个问题 但是所有的问题 就不离开 烦恼 业 所以 那就要净化烦恼 那我们要改变 别人最好的方法 是自己达到了 我要保住在空性 不造业的慈悲 祈求佛的加持 这个就是佛法 而不是说 你要去找什么偏方 因为有些人 他就是找不到这个点 你必须要找一个 找一个借口 给他说你要这样修 那就没办法 那我们先回向一下 来 愿以此功德 今日十万兆备功德 大众发菩提心 隔西人波切慈悲 为我们主法修法 绝光长老慈悲加持 上供下施 受此八万载戒 供灯供水 又老佛塔 遇佛 消灾拔度 供养生前 听闻佛法 各项功德 各项功德 随起诸佛菩萨功德 所有祖师大德 所有生前 所有道场 三宝弟子 所修功德 随起慈悲置业 谢谢神明电视台 各项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言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 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